以斯铁记第九章 十二月就是雅达月十三日 王的命令和御旨快要执行的时候 就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挟制犹大人的日子 反成了犹大人挟制恨他们的人的日子 犹大人在雅哈瑟鲁王各省的城里聚集起来 要下手攻击那些想谋害他们的人 没有人能抵挡他们 因为各族的人都惧怕他们 各省的官长、总督、省长和办理王事务的人 因为惧怕莫迪改就都支持犹大人 莫迪改在朝中的确非常尊大 他的声誉传遍各省 莫迪改这人的权力越来越大 这样 犹大人击杀他们所有的仇敌 他们用刀尽量击杀 随意对待他们的仇人 在书山城里 犹大人就杀灭了五百人 他们又杀了巴山大他 达芬、亚斯帕他、破拉他、亚大利亚、亚历大他、帕马斯他、亚历赛、亚历代和瓦耶撒他 这十个人就是哈米大他的孙子 哈曼的儿子尤大人的敌人 至于财物 尤大人却没有下手掠夺 当日在书山城被杀的人的树木 乘到王面前 王为王后以丝铁 有大人在书山城杀灭了五百人 又杀了哈曼的十个儿子 在王其他省内 他们怎样行呢? 现在 你要什么 我必赐给你 你还求什么 也必给你成全 以斯帖回答 王若是同意 求你恩准书山的犹大人 明日也照着今日的玉纸行事 把哈曼的十个儿子挂在木架上 王就下令这样行 玉纸传遍书山 人就把哈曼的十个儿子挂在木架上 亚达月十四日 在书山的犹大人 又聚集起来 在书山杀了三百人 却没有下手掠夺他们的财物 在王各省其余的犹大人 也都聚集起来 保护自己的性命 向他们的仇敌报复 杀了恨他们的人 共七万五千 至于财物 他们却没有下手掠夺 这是在亚达月十三日的事 十四日 他们得享安宁 以这日为设宴欢乐的日子 但在书山的犹大人 在十三十四日聚集起来杀敌 他们就在十五日休息 以这日为设宴欢乐的日子 因此乡村的犹大人 就是住在没有城墙的村镇的 都以亚达月十四日 为欢乐饮宴的吉日 护送礼物 莫迪改把这些事记录下来 并且送文书 给亚哈随鲁各省远近 所有的犹大人 嘱咐他们 每年都要守 亚达月十四、十五两日 以这月的两日 为犹大人脱离仇敌 得享安宁的日子 是转忧为喜 转哀为乐的吉日 叫他们在这两日 饮宴欢乐 大家互赠礼物 也周济穷人 于是 犹大人承诺 要守他们起初所守的 也承诺 要遵守莫迪改 写给他们的 原本 犹大人的敌人 雅甲族 哈米大他的儿子 哈曼 曾经设谋 陷害 犹大人 要消灭他们 他弄捕 普尔 就是抽签 为要打击 和消灭 犹大人 但这事 成到 王面前以后 王使用文书 降纸 吩咐 使哈曼 计谋的恶事 就是他 设谋 陷害 犹大人的事 归到 他自己的头上 又使人 把他和他的种子 挂在木架上 因此 犹大人照着普尔的名字 称这两日为普尔节 所以 他们因这信上的话 又因他们所看见 和所遭遇的事 犹大人 就立了定例 承诺他们自己 和他们的后裔 以及所有 与他们联合的人 每年 都要按着所写的 和指定的两日 守着节日 永不可废止 使人在各省 各城 家家户户 世世代代 都纪念 遵守这两日 使这普尔节的日子 在犹大人中 永不废止 雅比海的女儿 王后以斯帖 和犹大人莫迪改 已全权写了 这第二封信 嘱咐犹大人 守着普尔节 他用和平 和城时的话 把文书 送给亚哈隋鲁国中 一百二十七省 所有的犹大人 劝他们 按着规定的时期 照着犹大人莫迪改 和王后以斯帖 所嘱咐的 也照着他们在 进食和哀求的时候 为自己与后裔 所承诺的 守着普尔节 以斯帖的命令 确定了普尔节 这命令 也记录在 史记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